此时北极的气外达到了零下三十度 萨米人即将开启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驯鹿大迁徙 为了挑选出体弱病残的驯鹿 这两个女孩站在了两千头驯鹿中间 他们绳子一扔 小手一身就将他们制服 那些牙齿老化脱落的驯鹿将会被宰杀 而牙齿烧好的则可以延缓死刑 在北极 萨米人世代以养驯鹿为生 对他们而言驯鹿就是一切 无论是食物还是衣服 无论是运输还是金钱都要来自于驯鹿 所以萨米人会追随驯鹿的脚步不断的迁徙 他们也会有属于自己的萨米小镇 只是每到春天就会离开 带着驯鹿去往二百五十公里外寻找绿草 这一场旅程漫长而艰险 没有人知道清楚途中会遇到什么 艾拉今年刚满十四岁 这是她第一次带着自己的驯鹿出远门 她的外婆正在帮她准备旅途中要用到的东西 外婆已经参加过无数次迁徙 她很清楚那些东西用得上 尤其是在这酷寒的天气里 最重要的就是保暖 所以她为艾拉和她的妈妈准备了厚厚的大衣 这些都由驯鹿的皮毛制作而成 穿在身上百分之白暖和 还有这种像干草一样的东西 咱们通常放在鞋子里面 正脚就不会冷了 驯鹿的每一个部位都会被充分利用 包括她的脸 萨米人会把它缝制在鞋底上用来防滑 而且经久不坏 在北极 萨米人尚有驯鹿提供一切生存下来 但是对于驯鹿来说 这里的食物有限 寒冷也是一大问题 尤其是对怀孕的母鹿更是凶险 所以萨米人也成为了驯鹿的依靠 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帮助驯鹿渡过难关 艾拉正在打包行李 同时等待驯鹿发出迁徙信号 他们不能早出发 也不能晚出发 因为去早了 鹿群可能无法约过群山 去晚的母鹿会再到达墓地地前分娩 当母鹿出发时 萨米人知道是时候启程了 他们了解驯鹿的自然本能 所以照默默的跟随其后就行 艾拉的母亲回想起曾经迁徙时遭遇过的暴风雪 那时他们看不清前锋的路 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最后还是驯鹿在他们走出了困境 其实萨米人和驯鹿早在八千年前就有联系 他们的祖先一开始捕猎驯鹿 后来利用他们的本能将其驯服 双方从此达成了合作关系 这段关系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随着时代的进步 原本萨米人只能利用雪橇和蛮力出行 现在却衍生出了雪地摩托 对他们掌控路群非常的有利 此时萨米人和驯鹿一起走了一段时间 是时候停下来休息了 艾拉和家人开始搭帐篷 这种房子被称为拉屋 由钢材和帆布置上 但非常方便 携带也很好搭建 再短短几分钟 他们就住进去了 这里的草地足够的松软 驯鹿可以在休息的时候吃饱肚子 此时艾拉的母亲对着天空唱起了歌 这是萨米人表达开心的一种方式 也是长路漫漫上的一种危机 艾拉和家人在原地过了一夜 第二天 他们发现气温明显升高了 但是对汤来说并不是好事 因为雪地过于松软 他们的行程也慢了下来 不久之后 地面上的冰雪开始融化 露出了一部分草地 两眼放光的驯鹿不愿往前走 沉浸在美食中无法自拔 艾拉和家人不得不下车阻止 因为不及时赶到目的地 他们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让驯鹿回回正轨后 他们继续前行渐渐走进了大山里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温度依旧没往下降 以至于湖面开始消瘦 导致鹿群无法正常通行 所以艾拉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 眼前的局势告诉她 只能绕道而行 只不过就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在正式出发前 艾拉和家人迎来了短暂的休息 她借此到湖面上钓鱼 给家人解解馋 她和表妹现在冰面上凿出一个洞 再用用耳引忧鱼而上钩 现在或许不是钓鱼的最佳时期 他们等了半天也不见有动静 两个女孩干脆躺在地上钓 顺便补补觉 但是还没等他们睡着 艾拉那面就有鱼上钩了 而且还是一条红点龟鱼 今晚有口福了 其实在迁徙过程中 大猎也是萨米人的传统 这样他们就不用带太多的食物上路 能减少很多的麻烦 回到营地 艾拉和家人听着外公讲的故事 入睡了 到了第二天凌晨四点 他们就出发了 直到现在 他们才走了一半的路程 却花了九天时间 所以不得不赶着驯鹿前行 接下来的路 由上坡变成了下坡 速度也加快了很多 等到驯鹿走不动的时候 他们就停在原地休息 因为地上能吃的东西很少 萨米人会给驯鹿 为一些之前储存的苔藓 与此同时 艾拉来到马路边与外婆会合 他们需要提前通知路边的司机 一会儿会有驯鹿经过 外婆特意穿了萨米人的服饰 司机看见就会主动的上路 几个小时过后 驯鹿也吃饱喝足 他们开始往马路的方向走 其中一头领头鹿被人们称为鹤鸡 它已经被驯化过了 只要它往前走 鹿群就会跟上来 很快所有的驯鹿都顺利过上了马路 之后 萨米人就要徒步跟随他们 直到达到最终的目的地 艾拉和外婆领先于其他山 他们找了个地方燃起了火堆 吃起了鹿肉 零明时分 鹿群终于到达 他们被赶到了海边的围栏里 艾拉和家人整整花了21天 再将2000头驯鹿送到了这里 他们距离目的地还有一段的距离 此时 一艘改装过的汽车轮渡 正驶向海边 接下来 由他负责运送驯鹿过河 艾拉一家用最快的速度 把驯鹿赶上了船 几个小时后 驯鹿被赶下了船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繁茂的草地 其实这是一个小岛 它的面积长10千米 宽20千米 能给驯鹿提供很多的生存空间 和大量优质牧草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这里没有狼和雕雄 唯一的威胁就是天空中的老鹰 比如白尾海雕和金雕 它们的体型巨大 喜欢偷驯鹿的幼崽 不过 只要萨米人时和锦丁怀孕的驯鹿 就能保护好它们 而且小驯鹿出生没多久 就能自己走路 然后跟着妈妈寻找食物 艾拉一家会帮助他们母子 度过最艰难的时期 直到他们迎来阳光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